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在做出放松防疫新冠病毒指导方针的决定时将听取医学专家的意见 但他也一再坚称,美国不能让治疗方案比问题更糟糕 显示他希望经济能够尽早恢复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他相信一旦美国企业恢复,美国经济就能反弹 而且将会是强劲反弹 美国经济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自新冠病毒肺炎从中国武汉爆发后,现已蔓延全球200多个国家 4月10日的病例已经超过160万,死亡人数超过10万 确诊和死亡病例还在不断增加 但是在与中国地理位置相近的台湾,病例低于400起,死亡人数是个位数 至今大致维持正常的生活,没有关闭学校 成功防疫的台湾模式是什么?以下是美国经济记者钟晨芳的介绍 由于台湾抗疫成效的突出,包括美国、欧盟、捷克及澳大利亚都与台湾签署协议 在疫苗及筛减事迹开发、防护装备、近期交流等方面共同合作 上星期,美国国务院在一个美台网络会议上将这个方程式称为台湾模式 并表示将推动与全世界国家分享台湾防疫的成功模式 究竟这个被美国称为台湾模式的防疫内容是什么? 台湾又是如何做到有效防控疫情? 近来,许多媒体和科学集团都有相关报道 来自台湾的医学研究员邱真佳也有他自己的专业看法 2003年,SARS病疫情后,来到美国 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 担任研究员的邱真佳 严先从事细胞抗药性的临床研究 目前的研究课题是肝炎与艾滋病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 首先表明他是以个人身份发言 不代表他的工作单位 原先在台湾高雄荣民总医院 担任小儿科感染病主治医师的邱真佳 告诉美国之音 由于当年有过对抗大致疫情的经验 这次疫情爆发以来 他每天都注意台湾的进展 也和台湾的前同事密切交流 他认为台湾之所以能在这次新冠病毒一开始 以有效控制疫情扩大 最重要的是专专业领导 重视科学数据中央与地方的协调 邱真佳说 我想我就是要强调说一个专业领导 一个是重视科学和数据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同机构和中央地方之间的协调 那我觉得其实基本上这三点都是台湾成功很重要的原因 然后我想我非常需要强调的就是说 可是这三点的前提其实你持续的想 这个真的是在民主的国家才会做的 因为在专制的极权的国家里面 只要你的